嗨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有一位特别的 special guest 一直在看我视频的人 肯定认识他 就是我表姐 之前我们俩录第一支视频的时候 是我给他化妆 然后第二支视频是一支 问答视频 对 有一年冬天的时候 对 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一盒化妆品 新妈妈 对 他这个包装盒子 说实话还是比较可爱了 点点点 对 然后这个家 它是新开的一家 韩庄就是证品网站 然后之前的小编 他也是认识我 我也认识这个小编 他有联系到我说 他知道这家新的网站 然后想让我试试看 之前的试用产品 一直都是我自己在试用 而且现在我也有 正在试用的产品 所以用起来 可能没那么的有说服力 所以我就想邀请一位 不是我的人 来对这些产品做一些 就是第一次用这些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感想吧 就是这样 我昨天建议特意去测试了一下 我的肤脂是中性 然后TQ有点油 然后会有一些色素沉淀 总体还好 然后我今天这个装 整个都是用这个盒子里的东西去画的 产品待会大家看后面的视频 OK 现在开始 这是什么 这个是Dosan Ecoso BBK 我选的是23号 嗯 帅了 哦 你是戳了看一下 哎 这手感特别好玩 哦 涂上觉得没那么干 倒是 这个感觉 我其实比平常涂的都已经厚了 我脑门最近不到为人晒这么黑 因为脑门离太阳这几次了 脑门太大了 哦 这边我就走 哦 你看这边亮 哇塞 这都带高光吗 哎 真的挺好的 好听 眉毛是爱丽小巫的美丽 我从来没有黑黑黑黑色的 来 来 因为我眉毛的量比较多 画浓了以后 感觉就瞬间变成蜡皮小溪 所以特别不敢画眉毛 来 你来帮助我一下 我一看就知道 其实这款眉笔我自己也有 它的性价比还是相推比较高的 这个也是跟刚才那个 底妆一个牌子的 The same cover perfection 这一颗纸纹 涂上感觉没那么黏 能褶肉吗 我有点喜欢他们家的产品 哈哈哈 你这有毛口遮住了 就是啊 我觉得还行 嗯 还可以 也鼻子边是不知道 哎 但是真的好亮啊 是那种皮肤有光泽的亮 不是说泛油光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镜头又是什么样 看起来皮肤挺好 好 继续 眼线里 看一下眼线 眼线是什么感觉呢 嗯 And more 啊 Holika Holika 对 Holika 对 对 看起来都是啥 眼线比 比但是那种超细熊的那个变线比 嗯 其实Holika 很期待着它的效果 只是说拿来用一下而已 能画完整脸的妆而已 而且这个 因为我之前用过嘛 会 嗯 我是特别容易用 会这样是吗 嗯 花的那个什么 用了这个以后就比较容易变成熊猫 刚开始画的时候还可以 它就是特别清爽的感觉 就是画淡妆的手用 比较适合日常用的 对对对 画淡妆的手用可以 然后这一款是Holika Holika的Heartful 诶 是新型的 嗯 这个是RB807 OK 它是新型的 好了 我还是要用新型的 这个诶 这个那你当塞红用好了 你等会用它 颜色好像 颜色挺好看的 它是那种珊瑚橘红色 哦 这个颜色好看 哦 它还少 粉红色 很适合日常用的颜色 就是它用在脸上 也不是那种 红一块一坨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自然让它被推它 我看它现在推的一挺 顺手的 这个我就直接 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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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再涂在脸上 就比较 吓人 哦 挺凉快的 嗯 特别黄瓜的味道 真就是黄瓜的味道 简单 我刚才抹了那么多 西瓜还是挺好的 而且它就是 现在没吸收的状态也是 因为有的好多就是 炉味胶用的时候 就是如果抹多了的话 身上会稍微有点黏黏的感觉 但是这个 好像黏黏的感觉 嗯 好像黏黏的感觉 然后一下子 不要像我一样抹到很多 我估计可能很好一点 哎 好像还可以 嗯 挺水的 很黄瓜 象征性的试用一下好了 涂在手上 涂在手上吧 嗯 那好你的 可以试试 其实这一款 我之前一直在用试用妆 我以前应该也 在视频里提到过这个 BB霜 它还算是 口碑相对比较好的一款产品 诶 诶 就是它这个 这款我们说 那个遮外力比较好 多开 你的手太白了 看不出来 好吗 来大家看一下 这才是对比 好吗 因为你本身的手 就不是一个肤色 哦 又要看 哦 整个妆面就是现在 大概过了 能有30分钟了吧 然后 我就特别容易 特别容易出油的嘛 然后这边 嗯 妆还没有花的 线性 都很好 然后整个妆中 我最满意的就是那个 底妆 BB 嗯 就是这个 嗯 这个到现在还是那种 水水的亮亮的感觉 再一个满意的就是这个 嘴唇的颜色 那个 心心心 这个形状也特别的少女是新型的嘛 然后 很小嘛 哦 但是真的 真的很小 比较适合出门戴在身上有 嗯 身高涂不好的话 就整个就像那个难民一样 就整个 爆皮 发木 整个嘴唇就爆皮 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那种状况 就看着整个唇彩的颜色 就是 有点 自然 自然亮 所有东西都是由新拉拉网站提供的 然后这家网站它就是由韩国直优的一些产品嘛 然后优到的都是正品 就是我们现在用起来这些产品都是感觉都非常不错的 这家它还有一个比较相对好的政策是 产品如果有问题的话30天之内都是可以退货的 因为很多商家都是7天才能退货嘛 可是就是比较怎么说呢 优来的时间就两天了 再用两天就很容易超过7天的时间嘛 就有问题也无法怎么解决 但是这家网站它是 不要当我镜头 它是30天之内都可以退货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今天就是这样啦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